請問一下 3月21號我們發生海上的事件 您知道3月19號 中國跟印尼之間也發生類似的事件 署長知道嗎 我知道 在什麼地方 也是在土納土 土納 納土納那個地方 中國的做法是什麼 他們強力地去交涉 交涉而已嗎 他派上海上的警衛隊去保護他的漁民 把人押出來 因為他們也被抓了 他們的警衛隊是逼死的印尼人把人放出來 對不對 部長您知道這個事情嗎 19號發生這個事情 我有看到相關的報導 19號發生之後 兩天就發生我們的這個情況 我想要請問署長或者部長的 有沒有做到善盡告知我們的漁民說 最近中國跟印尼才發生這個事情 要特別注意相關的情勢 委員我要跟您報告 其實這個發生的事情 這個不是說最近才發生 一直都有 我知道 這個已經一年多了 我剛剛在報告裡面也特別提到 印尼事實上已經炸了很多的漁船 沒有錯 主要是針對非法捕魚的部分 那這個中國大陸的漁船事實上也有類似的情況 跟我們在那邊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我現在問的是說我們有沒有善盡提醒 告知我們漁民的這個做法 署長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些相關的這個資訊 包括印尼強力的這個掃蕩 揮法的這個捕魚 這個一塊都是有跟漁民做過很多次的這個說明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兩天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為印中之間 印尼中國之間 剛發生的事情 這個緊張情勢所牽連的影響 有沒有可能 我想這一部分的話 這個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 這個直接的這個推測啦 我沒有辦法做這樣直接推測 那部長您怎麼判斷呢 委員我覺得我們不需要這樣的敏感 因為21號當天我想 我了解 21號當天您知道嗎 印尼召見了中國駐印尼大陸 我了解 這個事實上針對印尼跟中國大陸 這個變成是一個很重大的外交事件 沒有錯 但是我們這兩艘漁船 我們要了解 他們事實上是經過印度洋 經過馬六甲海峽這個海域 因為它又沒有掛旗 又是在半夜 這個世界也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那又有印尼的警告 所以他們有逃逸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裡面有很多的情形 需要來做進步的釐清 還進一步釐清 對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 不應該是相提並論 我知道 我現在只是擔心就是說 會不會因為這個緊張情勢的身高 讓雙方有過度的反應等等 一個影響到我們的移民 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您保證 我們跟印尼之間有非常充分的溝通 而且到相當高的層級 OK 所以不至於因為印尼跟中國關係 而被牽連對不對 沒有沒有 OK 好 謝謝 那署長請先回好了 那個部長我請問一下 那個最近到太平島 就邀請國際媒體這一塊 可不可以請彭 彭司長一起 這個專案叫什麼 宏申專案對不對 對 宏申專案 對 您覺得成效怎麼樣 我們覺得成效還是相當的不錯 因為是第一次 總共幾家媒體 國際媒體 我們原 國際媒體一共有10家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總共邀請了10家的國際媒體 哪幾家國際媒體 我們根據我們這個案子的特性 我們是邀請了國際媒體 是我們來 指派 應該算是我們來決定這個名單 你們決定名單啦 決定哪幾家媒體對不對 是 好 那那個市長 你以前在新聞局做過對不對 是 有沒有發生過這種情形 名單是我們指定的 媒體名單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是非常特殊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現在問你說 過去在新聞局的案子裡面 有沒有發生過 是名單是我們指定 而不是FCC 就是 外國記者俱樂部 或有媒體他們自己協調 沒有發生 沒有發生過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案子是特例 我知道 我聽到國際媒體在跟我抱怨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從來沒有發生過 媒體由我們指定哪幾家媒體去的 報告委員 我必須說這個案子是特例 特例嘛 因為只有12個位置 那12個位置過去也可以另外的喬法 因為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啊 有FCC這些媒體 他們自己去互相去推薦 或是處理 報告委員 其實啊 國際媒體對去登太平島採訪 我可以說是有一百多家 很有興趣嘛 對 那如果這個位置只有12家 12個位置的話 我們來怎麼決定 當時我們自己喜歡的話來決定 我知道 我現在重點不是在就是說 我們的成效是怎麼樣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當你指派哪幾家媒體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有可能副作用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不在那個標準裡面 當然過去我剛才問過 在過去的新聞級的做法裡面 基本上我跟你這麼capacity就是十幾個 你們這些FCC或什麼 證據他的需要 根據他們之間的資深資力 中華系統去排檔 那這是第一次由我們來指派嘛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是非常特殊 第一個在座位有限 第二個我們訴求的那個訊息 是非常明確的 我們有我們 好 那我就問一下 你們做了事後的報導 篇幅大概多少 篇數大概多少 143篇 好 那報導的角度呢 報導角度是雖然是叫做那個事實的陳述 但是呢整體來講是完整的 而且充分的 平衡的報導是嗎 充分的表達我們政府的訴求 好 市長你這張照片知道嗎 我知道 我看到 什麼照片 這個是我們那個整個團 在島上的一個合影 誰的合影 島上還有那個國際媒體的合影 他們做什麼動作 好像如果是表示站的手勢 比站的動作 是的 你知道國際媒體跟我抱怨 是 為什麼抱怨 拉他們背書 理由很簡單 他們認為這只是一般性的 團體照 結果我們外交部提供這個照片 然後我們這個CNA 就是中央社 提供的照片 把所有國際媒體 拉來幫我們背書 這叫Propaganda 你覺得這樣適合嗎 你們有記者不願意聲讚耶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我沒有聽到任何的國際媒體 那如果沒有這種抱怨 我不會聽到 他當然不會給你抱怨啊 因為事後才發生啊 包括報委員 如果有十個媒體 其中一個向委員報告 那九個沒有說話 我知道啦 或者覺得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小數 你從事國際新聞工作那麼久了 媒體是要在自然獨立的情況下 做我們報導 當我們用這樣一個媒體 把所有媒體拍個團體照 然後中央社 甚至外交部主動提供這個照片本身 我覺得對這個媒體當時到時候 要做報導的時候是 weaken their credibility 這是有問題的 這個當然很好 我們做的很成功 所有的國際媒體跟我們合照 幫我們比戰 可這個本身不應該拿來做宣傳 好像是我們請他們來 然後他們拿我們的這個招待 然後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對我們宣傳來講 宣傳是無形的 不是這麼大啦啦的Propaganda 如果沒有問題 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一個抱怨啦 市長他們不會跟你抱怨 會來跟我說 希望我們啦 要外交部 或是過去從事國際宣傳工作 可以做的細膩一點點 市長提供你做參考一下 是 要 謝謝委員 那個可不可以請部長 那個國防部 我們高部長 不好意思 國防部長 畢群 羅援好 部長長 那個請問一下 到底南海有沒有在進行軍備競賽 現在看起來是因為 他們填海造陸以後 各個國家對這些爭議的事件比較緊 我講軍備軍事武器裝備上 有沒有在進行軍備競賽 現在看起來因為中共它在 西沙方面它的軍備是增加了 所有的東南海國家 不知道你看所有的研究報告 包括瑞典的SIPPY啦 等等所有的報告都告訴我們 南海地區相關的國家都在進行軍備的整備 競賽當中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出來的他們可能都填海造陸或一些陣地的工程 武器的採購呢 武器的採購他們現在 你講的不是在南海區 是它在國家裡面 整個國家內部嘛 對不對 越南它當然是增加了 太平洋艦隊Suite司令說 在這個區域正可能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軍備競賽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他們是強化的軍備 菲律賓跟越南是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 所以整個來講是升級的 不是降級的軍事的競賽嘛 對不對 應該是他們強化他們的自己的國防武力 好 最近美國的這個韓國母艦 Stanis到南海區我沒有掌握吧 有 這個動作是針對性還是你覺得是例行的軍事巡防 我們所瞭解的美國在南海航空母艦在那邊演訓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 以前也有過這個案例 好 那美日印在菲律賓北邊的這個聯合軍演 你的判斷 它的演練的目標項目主要是針對什麼 當然它是針對這個南海的情勢 可能比較有這個需要 所以它把航空母艦派的周遭做演訓 是有它的目的 好 那我們整個區域的這種軍備不按競賽也好 或在這個發展也好 你覺得它是維持一個動態的平衡還是可能在失衡當中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還是不太了解 就是說整個的軍備競賽如果大家發展它的武器裝備 然後軍事的動作一大堆等等 你認為整個的軍備競賽是在動態的平衡當中維持一種穩定的平衡還是有可能失衡對我們不利 我們其實希望還是要和平穩定的 但是軍事上從國防的角度來看 我們外交上當然希望和平解決 但國防上來講 我們認為這樣是對我們有沒有造成失衡的危機 應該是他們還是在互相的競爭或是在鬥而不破的這種狀況下 是在互相在制衡的一種狀況中 對 那我們有沒有在當中 我們的國防政策還有我們國家政策就是希望和平能夠把這些事情爭端能夠處理掉 那我最想問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有沒有相關的因應的劇本 我們在兵退也好 沙發退也好 有沒有做相關的準備 包括如果不是我們直接捲入 而是其他國家發生這種軍事的衝突 不論是故意的或者是意外的衝突 我們有相關的劇本 各位委員報告 所以我們當初講我們要把海巡在藍沙的戰力一直在做 把它能夠維持在一定的戰力上面 有沒有可能最後還是由我們國防單位而不是海巡來扮演角色 那是要看到到一個什麼程度了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有我們的一些應變的一些因應的計畫 對 我們當時用海巡就希望能夠降低那個衝突嘛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可能必要的時候又重新回到我們國防部 由我們國防部 由我們軍人來扮演這個角色 這個可能要國家政策來指導 當年把陸安隊換成海巡署 是由南海政策小組 是國家的一個政策指導 整個戰略嘛 是的 所以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這要看最後的國家 我們國防部是 配合 是會聽國家的政策指導來做這些事情 OK 好 謝謝 謝謝高部長 我們林部長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蔡適應委員諮詢 我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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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一下